對 最主要的當然就是經濟 尤其是市場經濟 一個核心其實就是誤權法 也就是說對所有權的明確確認 中國也有10年多的誤權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比如說剛有一個消息 安邦公司吳小暉已經被逮捕 而且是以經濟犯罪了 那麼要對他進行了起訴 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看到 國家就把安邦公司就給控制起來了 而安邦公司我們知道他剛在美國 兩年前不到收購了美國的第五大道的 標誌性的賓館就是華爾道夫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看到 這個產權一下就變成了 中國政府控制的這麼一個資產 這裡邊一個最主要的核心問題就在於 中國今天往市場經濟往後不斷的倒退 而且他已經提出了所謂的混合經濟 要不斷的搞好混合 也就是說用國營企業去併購 或者去持股或者去參股 那麼其他的私營企業 所以私營企業老闆現在也都嚇得 深深表態就說 那我們私營企業也是國家的財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一個美國一個核心的就在於 到底你是用國家隊 在跟我們的私營企業競爭 還是你在用私營企業 跟我們公平的競爭 所以這裡邊就涉及到 市場經濟的一個根本的公平問題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